其實本來是要抱兩個專案 但是那個名很滿了 就把它疊在一起 第一個我們要講那個消防小幫手 其實這個大概每幾年其實有很多消防疫 或者是消防體系的會去做類似的東西 但是它唯一的缺點就是可能沒多久就會消失 另外一個是無人機熱點 我們目前現在的成果就是已經把資料整理完 已經上到OSM的部分 也因為這樣其實有很多比較簡便的應用 我們希望是之後把下面這個APP直接消滅掉 不要自己再去開發APP了 資料上去OSM之後呢 其實相關的第三方的APP 像我們上面列舉的上面都就直接可以去使用了 下面第二個第三個 略由中跟三年日誌我們現在還在測 但是其他的OSM的部分的 這個APP其實中英文版都已經可以上去了 這是非常方便 你只要打這個Android版你只要打消防栓 它會直接跳出來 如果你像直接在地圖上顯示 它會搜尋你附近的消防栓出來 這個IOS是英文版的 可能就只能使用英文 使用的話就會變成現在畫面這樣子 它會把你周遭的消防栓找出來 方便如果你是外派或對地點不熟悉的消防員 可以去找消防栓非常快 直接就導航可以過去 這是我們之前有一個張大大幫我們做的APP 現在已經放到Github上面 如果你有新的方法可以告訴我們 或是把資料提供給我們 我會把它整理上去 之後之後我們還會再做YouTube的影片 再來講無人機熱點 因為追蹤無人機法規 搞了很久 最後我去做無人機的偵測系統 最後我希望把這個東西開放出來 我們目前是明年3月31號才會法規上路 但是天空中飛行的無人機 是誰飛的沒有人知道 第一線的警察他怎麼去抓呢 這個我們之後會把熱點的Data 會直接放到Github上面 大概我們就是有去偵測 目前可以公佈的就是 像熱區只要是台北有活動 台中或者是之前屏東燈會 他就會滿熱門的都一堆無人機 其實你講叫他不要飛 但是他還是會飛 這是台北的 這是屏東燈會 再來這個比較可怕 這是國慶 國慶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飛的點 好Gavin你要找什麼人 工程師 工程師 好來 坑主被張送你 謝謝 然後我們